去年年底才退任港鐵行政總裁的周崇江 獲港交所董事會選為新主席 他說首要任務是熟悉交易所運作 而金融市場轉變快、競爭大 港交所要鞏固地位就需要採取措施 以後我們也希望繼續掌握著中國發展的方向和政策 配合國際投資者和集資者的要求 亦都是配合香港經濟的發展 繼續將港交所的業務擴展 為股東和各持分者爭取利益 對於外界批評工程師出身的他 沒有證券及期貨經驗 周崇江就說自己有能力兼顧商業及公眾利益 帶領港交所前進 我在證券市場方面 以前是沒有正式直接涉獵的 這方面我有需要學習和聆聽意見 但好處就是港交所董事會有很多同事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經驗 其中是不乏有長時間在證券市場的傑出人士 周崇江說未來會和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嘉有好的分工 行政總裁會集中處理交易所業務運作 而他就會領導董事會 便問到會不會加入新政府 他就說沒有興趣 這是一個商業職位來的 港交所不是政府 因此我仍然是覺得我自己在政府方面 第一沒有經驗 第二是沒有能力 第三是沒有興趣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郭詠詩報導 福利唯大 一 Türkiye